今天的夜宵換一下 吃燒烤了 拿了什麼 這是什麼魚啊 拿了一些肉 筍 這邊有一些菇 這是鰻魚 試一下吧 鰻魚 這是鰻魚 然後這個是田雞 底下那個是什麼 小黃花那條要嗎 黃花魚 那條來一下 然後這邊還有魷魚啊什麼的 豆腐豆腐 豆腐豆腐這個好吃 這個我拿幾串 然後這邊還有雞翅蝦生蠔什麼的 隨便拿一下 炭烤的啊 這條是黃花魚 鰻魚 開始上菜了 這個是雪花牛肉 然後配了一個乾料 稍微蘸一下就可以了 烤的鰻魚啊 看這個顏色 非常的漂亮啊 蘸一下 來一口啊 它這個肉質非常的嫩啊 然後這個表皮非常的香 這個是羊肉串啊 鐵籤羊肉 還不錯 烤茄子啊 這個也是必點的啊 上面是一點蒜籠 然後加了一點蔥花 非常的香啊 看 這樣吃起來 是不是非常的誘人啊 這條是烤的小黃花魚啊 它烤的是金黃金黃 然後它還給它 切成一塊一塊的啊 這樣吃起來就是比較方便一點啦 看一下 黃花魚啊 乾香乾香的 然後它這個肉比較緊實啊 蒜拌肉 還點了幾個生蠔啊 它這個生蠔的個都非常的大 上面就是加了一點小米辣 蒜蓉 一個醬汁 看一下 這麼大顆啊 很燙 嗯 非常的鮮美啊 不是巴拉魚 這個魚烤好了啊 我真的不知道這叫什麼魚啊 非常的薄 然後它配了一個 醬油一點芥末 我試一下 很有韌劲 脆脆的香香的 這家店其實我是第一次吃啊 但是我很喜歡的一點就是它所有的 全都是 炭烤的 不像有的店 它就是先油炸一下 然後再去烤 那樣速度快一點 但是吃起來絕對沒有純炭烤的 要香啊 烤的 西葫蘆啊 終於上點蔬菜了 烤的 雞爪 這個絕對是 下酒菜啊 這兩個可以喝 好幾杯呢 啤酒 終於搞清楚這一個是什麼了 油慢 魷魚的油 慢魚的慢啊 油慢 這個真的非常好吃啊 非常的配啤酒啊 烤了一點 鮮筍啊 這個是吃起來脆脆的啊 烤豆腐啊 這個是我的最愛啊 這種圈豆腐 然後底下是黃瓜 晚上就是在我們村裡 自己幾個老兄弟 簡簡單單啊 但是在家門口就是 越來越熱鬧啊 人越來越多 非常的熱鬧 然後就是我們 村裡的 燒烤 你們覺得怎麼樣啦 個人感覺還挺不錯的 好嗎